人多的地方 小心小偷多 色狼也多 在高雄市有民众 在搭火车的时候呢 就发现车上 有一名色狼 正在骚扰女乘客 他是一名中年男子 顶着西装头 戴眼镜 看起来很斯文 乘客把这个画面 抛上网 提醒特别是女性朋友 要搭车小心了 画面中是火车车厢内 乘客一大堆挤在一起 不过镜头瞄准一名男子 有乘客指出他 疑似骚扰女乘客 画面中男子紧贴 前方穿白衣服的女乘客 疑似用身体磨蹭 根本是故意骚扰 贴着白 前面白色这个女生 你看这个画面 客人很多啦 这种现象 找列车掌 那我们 我们会通知路警 赶快上去 火车站人员看到画面 也很吃惊 却没有接获 乘客投诉 证明中的男子 大约四十几岁 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左右 顶着西装头戴金边眼镜 模样斯文 根据网友描述 他搭乘13号下午3点40分 由高雄站出发北上的区间车 当日是逢星期天 人潮众多 要民众揪出火车廊 应该要把他抓起来 为什么 因为他是社狼 应该要是把他打一顿吧 大部分都是 毒烟在张眼或是怎么样 有的也是跟反应过后 他们也是叫他们来做 比赌他们都不要啊 铁路警察透露 火车上的骚扰事件 旅客多半隐忍不报案 默默下车 却因此纵容恶狼 如果有被害者当场揪出来 火车狼肯定跑不掉 终于新闻猜中区 刚某柔个新报道